这几年的古装剧,造型越来越花上离奇,好像大家头上插的东西越多,说明这个剧组越上心,回顾早期的历史剧。 大家额眉淡嫂,秀发清爽,女角色们站,一起没有争其动念质感,藏个个都是美的,每个人的服饰也好,发饰也好,都和角色的性格搭配,看起来很省心。 如果说现在的古装剧什么情况,下能回到当年的造型水平,那大概只有女主穿白衣的时候了,一身素白才对得起白衣仙女的称呼,造型是也不会在演员穿这套服装时,往她们头上,腰上,肩上塞东西。 本来就是白色的仙气家常,整个人俗进以后,更添几分韵味,穿白衣,几乎说明这部剧中你是最特别的那个,哪怕你是男儿,女儿也是最讨观众喜欢的那个。 你看最近的剧香蜜,里面的男儿人是饱满,性格一体,爱而不得,求而死别的经历,更是赚取了一大票观众力眼泪,成为了讨论度压过男主的角色。 为什么呢?因为她穿了一身白衙,在女性角色中,历来的白色装饭不少,刘一飞绝对能到第二名,第一名的位置这么多年来都没人能超越她。 自然,得先超越了刘一飞才能一拼首位,杨颖这个名字比较大众,但是演员的知名度很高,她的外貌秀丽,气质可嘉,尽管在演技方面受到诟病,但外表非常过欢,白衣飘飘的她,在姑方一句里面,非常对得起这个剧名前两个字,姑方,要我说,她的,戏长耳钉有些出戏,总觉得这个身份不是很白, 有时候,首饰还是要再精简些的,赵丽颖的脸型圆圆的,眼睛大大的,自身属于可爱型,这种外貌眼补妆也是可以的,但是白衣服有些怪怪的, 树山一具里的装扮非常有心,无论是额头的装饰还是原地的耳饰,还有高高立起来的衣领,都对她的气质有不小的改进,像一身银白的她看起来楚楚可怜,眼中泛起的泪光更是落到你心里,杨颖还在第三,也还算可以,她现在几乎是幕后地老板了,谁能想到当年的花瓣,会成长到今天这个位置, 几下签约的明星,也个个都很能打,小秘密的三生三世这个IP不和不热,她不带一点化石,通身都是素精的白纱,远远看上去还真有几番女仙下班的感觉, 刘亦菲这位从来没有绯闻的女星,硬是靠着自己的颜值打到了今天,当初的小龙女从天而降的那一刻,多少观众在屏幕前目瞪口呆, 她所有的剧,造型都非常美,但是龙姑姑这个天仙一样的角色,是她标具性的里程碑了,把她放在第二位,还有谁能在一关和她并列呢? 有一位不会和她并列,而是超越了她,就是招雅之,白娘子在她身上仿佛活了过来,端庄大气,温柔聪慧,都在一举一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,少有一位身穿白衣的女性角色, 不是走高呢,不时人间烟火的路线,她穿着白衣,却是行走在城市间的一只,同人情蛇妖,但从角色舍定上来讲,谁能超越她呢?